有个别地坑商之前都已经在做, 一些社会房屋以至在新西北区有个青年宿舍 都是地坑商捐利, 过去几年我相信地坑商在这方面都识做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究竟路口社的冠军有几真确我们不知道, 不过当记者问到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不否认不能证明, 其实间接证实这件事是真实, 但它在讲甚麽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所谓游戏规律改变了, 那是何意思呢, 或者要地向不可再垄断, 要回饋社会这些说法, 这些说法对谁时都对, 我想北京是否真的会整治地人商 作为一个在现阶段的香港 解决防抗问题和农落人心的手段, 这很难说,有这个可能性都不出奇, 因为过去几十年北京的统战策略 就是搞定那些富商巨甲和地产商, 一直都以为统战它们, 令它们稳定它们投资, 香港社会就稳定了, 几十年下来香港人对地产霸权那种反感 就越来越明显, 而实际上香港的富商巨甲 亦都在政策经邪理下, 可以说是占尽着数, 你不要说是垄断不垄断, 实际上香港地产长期都有寡头垄断的问题, 个别地产商已经不是未试过, 联名几家公司,然后单一投标, 被那些下马威彭定康政府亦试过, 因为北京对它们的政策倾斜, 它们才会富可敌国, 到今日北京可能判断是香港人对社会不满, 主要原因是因为居无定所或居住情况太差, 所以可能打算找地产商开刀来争取民心, 我相信厄抑地产商要它们多一些回馈社会, 多一些整体利益减少它垄断, 大家不会太反对, 但你说要它们分身家像国内的腾讯、 阿里巴巴捐钱出来, 我觉得这是另一件事, 我觉得香港人未必会接受这一套, 我们当然希望地产商有所深恋, 也不要像过去那样 倚重北京的政策倾斜来找好处, 如果今日地产商真的被清算, 被北京要求改变后规则, 要捐地要捐钱, 理性上我觉得未必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 很适当的做法在香港, 香港市场的商业社会是吧, 但感性上我想很多人觉得很心良, 因为你这些地产商过去是因为北京说啥, 他们说啥, 以为自己可以深存僥倾,不用怕, 只要北京的政策继续倾斜, 对他们就有利, 平白就让香港失去了很多发展 一个较合理的制度的机会, 现在到头来又是来准臣的故事, 请君入宫,现在作法自闭, 我觉得这亦亦亦亦无由, 我觉得如果真是有这件事, 给社会教训,谁都好, 如果你不去趁社会有机会的时候, 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的话, 你只是仰賴着阿爷对你的政策惊邪的话, 到头来真是有请君入宫的一日, 如果今次所谓地产商被传召, 要发话,要他们回馈社会改变人家规则, 甚至捐地是正确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亦成为将来公民教育的很重要教材, 地产商是北京自己造成的, 是吧,你由当初建议地产商之后, 邓小平建议地产商之后, 80年代当时,搞个中英土地委员会, 跟着限制十几年土地供应, 不可以超过一个定额, 造成九七回归前十几年之间, 房价不断上升, 土地产商会出血大,是吧, 这是北京自己造成的, 为何这样做, 因为北京以为搞定地产商, 稳定它们投资, 香港的管制就不有问题, 所以不惜在选举委员会中, 地产商不成比例高的投票权, 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香港问题, 但现在问题就是确实不是这样, 而且造成的问题就是, 你过度强调只是讲经济, 不去讲制度发展的话, 香港问题就永远无得解决, 才出现这十几年事, 好了,现在你将问题 賴沙拉到地产商道, 我觉得地产商固然有责任, 但理解说问题, 为何它们可以做到这麽霸道, 又是你自己的政策造成的, 所以其实要检讨它们的政策, 判断的错误, 经常说一句, 香港是经济城市不是政治城市, 稳定投资者是北京的政策, 就是造成了这些现象, 好了,现在将问题找到待着群羊, 地产商不满它们要挟中央, 或者说在那段时间李嘉诚是黄台之瓜, 又捐钱给伊布, 可能真的令到北京不是几高兴, 但李嘉诚说那些行为本身在香港反映几好, 证明了地产商要做对的事会得到香港市民支持, 香港市民不反商人, 不受负的其实, 我们是受垄断,受特权, 你现在北京当局觉得这样需要移动地产商, 到这时你那班地产商才发觉要讲游戏规则, 讲规矩,都蒙的这班地产商, 北京搞苹果日报, 取消三部曲变五部曲, 或者说去做一些事去改变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剥夺香港人的政治自由, 或者破坏香港原有那套政治制度时, 李施永青这班人在做甚麽, 你在打边鼓,做擦骑仔, 苹果日报被人搞, 你们办报不但不会物商其类, 还讲到抵他死, 这些行为你那时就不用讲规矩, 不用讲基本法,不用讲游戏规则, 到现在传闻出来搞垄断商了, 你便讲游戏规则, 我觉得这些正正是一种作画自批, 一种很清楚的例子, 如果你去容忍或纵容政权可以改变人的规则, 某些事改变人的规则, 你还打边鼓的话, 当它改变人的规则改变你那饭时, 你便不要远, 有何很远,你自己造成, 当改变人的规则不理由游戏规则, 成为一种惯例时, 无人是可以幸免的, 我觉得这班人, 施永青这班人心存酵行, 以为自己无关事, 不消灭自己的犯时, 还在讲风涼说话, 现在消灭你那饭, 你便讲游戏规则, 讲基本法早有规定, 不可以改变, 我觉得讲完后, 你看看网上的反应便知道, 有几个人会呼应他, 差点无人回应他说话, 是我回应他, 是我回应他, 无人回应过他差不多, 可想而知, 无人可以独善其身, 你若任由权势可以胡作非为, 最终一定影响自己, 这麽简单的道理, 至于101讲的, 要李嘉诚交代些, 我不知道真是假, 所以无同评价, 但我只能这样讲, 有段时间, 李嘉诚可以说是呼口唤语, 亦常常说是无所对象, 黄尖写本李嘉诚转, 可以短时间出17版, 但大家都见到当他过度依赖中央政策倾斜, 来到被人视为地产霸权时, 正正是他个人形象不断下跌时, 好,到近几年他讲一些对听的说话, 他说在香港最危险时可以说情绪最混乱时, 他做一些合理的事, 反而他个人声望就升了一些,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民心, 民心之后是向背, 早有教训, 谁人都不可以背离民心, 做一些违背市民或国民希望做的事, 做完之后完全不准付出代价, 我相信是无些, 地产商过去几年都会做了, 已经捐了地出来做一些社会功能的事, 而事实上香港有很多新界土地, 是被四大地产家族在静悄悄入下一些, 将很多新界农地都收了, 而且过去在政府要发展时, 这些新界被地产发展佔有的同龙地, 就成为政府在发展新市社区是很大的障碍, 最简单是新界南发展区, 八成土地在私人发展商, 政府说那裡建七成建公屋, 说来都浪费了,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些问题上主导一些, 其实都重要, 当年政府自己失策, 刚才我讲政策倾邪, 被地产发展商与新界那些新界佬予吹予愧, 我觉得现在这一次, 如果真是政府用一些非经济手段, 林郑阳所讲, 可以运用公权力收回土地, 这本身很有问题, 我觉得无人应该容忍政府做这些事, 但最大问题现在是, 政府真是这样做,大家会心良, 这才是最大问题, 我觉得为何会做成这样, 就是静静你班人自己造成的恶果,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的, 你容忍它破坏规矩的话, 它不守规矩的话, 它真是不守你的饭, 你无得好说, 我觉得地产商是无得招架之力的, 想走资,我觉得一点点, 早走的可能都可以走, 迟走的怎样走, 阿四叔只是在新界几千万呎土地, 怎走,无得走的那些, 我觉得贡献国家, 贡献特区政府, 这都是无可避免的, 我觉得也不会去到一个阶段, 捉他们跪玻璃, 未至于, 但过往的好日子就过了, 就是你揭责而遇造成的后果而已。